在座还没有选到课的可以去插手吗 这将近100人的队伍是为了抢这堂热门通识课 台湾流行文化的授权码 这堂课是由台文系助理教授庄佳颖所开 并连续三年获得教育铺课程计划补助 关于为什么开这堂通识课 庄佳颖老师表示 是因为每一个大学生他今天眼睛一睁开 所遭遇到的全部都是流行文化 庄佳颖老师先以电影工业开始谈起 并讲到台湾流行文化的介绍 至于台湾流行文化有什么特色 庄佳颖老师表示 台湾文化它本身对于其他文化的包容力非常强 那加上台湾本身有它独特的历史的存在 所以台湾文化很多时候 特别是在流行文化的呈现上 常常是把所有的文化加进来之后 然后自己再去生产出一个自己的文化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这一门课程其实它没有答案 那一门没有答案的课程 其实是一门告诉同学要怎么样去找自己的答案的课程 台湾流行文化是一堂让学生在自己的文化脉络中 寻找答案的课程 每一周透过不同的课程 专题学习 进而反思自己的想法获得解答 校园记者欧世安报导